广东人有一个说法是 其实是南洋这一系的种 所以基本上这是能讲得出 有人可以讲得很刻薄的 比方说腿有好像 通常比北方的短了 短了60公分的腿等等 这个话只能你们自己反思 我们广东人内部矛盾 你们广东人的内部矛盾 这个是亏嘛 是亏一上去 不管从外形到他的语言的掌握 文化的底蕴子嘛 所以不容易啊 因为大陆男人呢 内地男人他有好条件 他面对的那个 可以选择度很高嘛 这个还真是我给你说 男女两性择偶的这心理 我也有研究为证 最近我发现很多 突破了以前的见解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德国哲学 不是哲学者 一个德国科学家 主持了一项全球性的研究 发现很多事情出乎我们想象 比如说他是研究男女两性 过去我们认为 女人的这个性高潮 好像比男人长啊 什么次数多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他调查 女人平均的这个性高潮 短的很累 1.7秒 男人呢 通常有10秒到20秒 这么算起来 一个人从20岁到60岁 假如每周做一次的话 那么男人的总时长是多少 咱们就为了7个多小时活着 女人更惨了 女人就一个多小时 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个 他说的是发现什么呢 很多女性都表示 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个性高潮 但是确实发现有文化差异 70%接受调查的男人 愿意跟比自己发生 这个文化程度低的女性 发生性关系 但是相反的 70%的女人呢 他愿意跟比自己文化程度高的男人 发生性关系 并且更容易满足 而且呢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 这个文化教育 对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 他是问卷调查了 平均一生中感到性高潮的比例越少 反倒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当中 在性方面满足的比例啊 还比较高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许许多多的事情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我就说呀 这个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有些东西你是不爱承认 可是是现实表现出这个特性 你比如说香港人说 择偶北上吧 那你知道中国大陆的男人现在上哪啊 你看现在网上 出来这帖子 时髦找越南新娘 哦 你知道吗 那贴出来的照片 两万块钱一个 说是台湾一样 王老五 想乡亲团 到越南 到越南之后 哗家伙 一下三百个越南姑娘 让你挑 这妈妈桑 不是不能叫妈妈 反正这是这个中介 是婚介所 婚介所 给你几项条件 第一保证处女 第二 一年之内要是跑了 陪你 第三是什么什么 反正娶回家之后 越南姑娘说又听话 还会做 还会做那个好吃的 温柔和顺 等等等等 但是我听着 这是找什么人呢 这是找老婆呢 还是找 找性动作者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常常听到 很多男人说找老婆 香港男人也好 大陆男人也好 都喜欢强调听话 对不对 港女一直不大受欢迎的理由 就是很不听话嘛 要你听他话 就好像双方都想要求对方要听话 那么在男人这边看来呢 可能香港很多港男受不了港女的地方 就是凭什么我一个男的要听你的话 你老要我听话 这很讨厌 但另一方面就是男人要女人听话 这个心里我觉得也很阴暗 我们脆弱嘛 我们脆弱 听话可以有另外一个要求啊 我觉得在香港很多说港女要求港女听话 很多香港男人其实也不一定要求港女听话 只是要求港女讲道理讲理 他连讲理都做不到 我们看到一般很多调查访问都说 港女不是说不听话 而是说他不讲道理 他甚至明知道自己这样讲是不讲道理的 我要你你可能一个月有一万块收入 我希望你用八千块来买个钱包给我 他有这样的要求 然后你说他他根本不跟你讲道理 所以为了 因为这是爱情嘛 为了证明你的爱情 加贵博士不好意思打听一下 咱们这个贵嫂子是港女吗 还是台女 不一样 大不像 而且一级了 台女还是有分等级了 还有分等级了 一品台女 你把个人扯进来我就讲不下去了 轮到你 我也可能讲二品月女 可是这里面还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香港人怎么看大陆啊 我觉得情况变化很大 就像讲港女 港女给人的印象是很势利啊或怎么样 我记得我有些女朋友她们十几年前去大陆工作 或者最近几年开始去大陆工作 一开始呢 她们来往的圈子呢 还是一些在上海或在北京的老外圈子 她们很容易在那认识一些老外或怎么样 或者她隐隐让我觉得她觉得她的目标在那 但是后来慢慢这几年开始变了 就她开始觉得一些大陆男性是非常好的 很能接受甚至比老外更好 为什么老外来到中国呢 常常给人一种印象不大好 就觉得她好像要来神奇的东方烈焰一把 对对对 虎儿不识 诗诗黄啊什么的那种 对对 但是大陆男性反而他们觉得有些挺踏实的 或怎么样 这整个观念在变 就我看起来真的很大 从八十年代香港还在死笑大陆 说什么阿灿啊表姐你好也啊 说这些到了现在达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很不要 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香港人开始面对 对大陆是那种自卑感啊 哎呀 这我现在跟有些香港朋友接触 我怎么发现他们甚至有一种自贬的意识了 甚至是骂这个香港政府 说这个说这个什么 哎这个中央政府应该管管我们嘛 对吗 就是他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就觉得好像现在机会在大陆 挣钱在大陆 什么女人也在大陆 什么男的也在大陆 香港应该雄起一下我觉得 这个我们也是同样道理嘛 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啊 也的确是事实啊 甚至要讲整个经济 整个文化 整个整个信心啊 也的确是好像香港在每一方面 越来越吃亏了嘛 所以这种自卑感是完全可以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怎么样把里面 像个好的东西再用出来 这个要大家努力 对你看你们就是自我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1 其实不错 我觉得香港的女孩子挺独立 她是有一种自尊心很强